地方法院检察署张检察官邵滨 法务部调查局刘副主任孙南 经济部工业局陈局长赵毅 交通部张主任秘书秋春 交通部刘继正市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政院警示行政局局长 退伍会主委 梁主委 还有行政院发言人 各位贵宾 各位模范公民的社奖人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我借这个机会来向你今天在座的60位模范公务员 表达行政院的恭喜 向大家道贺 因为各位获得这个不容易的奖项 就表示说各位很花很多的时间 奉献在公务机构 由于花很多时间 这个中间投入很多的心力跟精神心血 很可能因为这样 没有办法照顾到家庭 或者说没有像人家的办法去做创业 但是各位的贡献还是非常巨大的 今天的获奖就表示各位的努力 是获得各界的肯定 恭喜大家 借这个机会在不在座 及不在座的所有我们国家公务员 在所有行政院所属 或者说不在行政院所属的国家公务员 大家为了我们的国家 为了年龄 大家全力以赴 让我们的国家 不管是经济 文化 教育 各方面都能够很顺利地推动和发展 在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敬意 全球竞争的时代来临 在全球竞争的时代来临 我们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 不管你们接受不接受 它全球竞争它是继续存在 我们只有面对 只有接受这个挑战 别无踏脱 那在全球竞争的时代 我们国家要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发展 所以大家请你们一下 推出国家发展计划 最重要的就是要因应全球竞争 除了全球竞争之外 大家也知道 我们两岸就是大陆的持续效应 事实上大陆现在的建计也不断在发展 然后我想想想我们自己 大家应该清楚就是 我们政府的体制 事实上各界也没有批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宪政体制 宪政体制 比如说各政党都同意 国会应该要改革 单一选期两票之五 另外一个息子也要减少 好像这个已经都是变成政党的公式 比如说行政院组织 在一个院长 一个副院长 一个秘书长 这个是行政院 那再来就是35个部位行处集所 大家想一想 35个部位行处集所 包括文副院长 秘书长就38位 还有其他这个定型的 这样的一个行政院会让开会是非常困难 35个部位行处集所 如果店长要一个人跟他建立次变 就要35个小时 35个小时 所以一个礼拜 8月70才40个小时 可见了就是说 这个协调会非常亏集 你想一想如果说你的亲戚 因为我们的公务员 大概不可能自己有见证公司的总经理 如果说你的亲戚朋友 这个有当公司的总经理 你问问他说 你公司的经理如果是35位 你这个总经理啊 要挥起来是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为什么这个中国大陆啊 他现在的部位是25个 美国为什么只有13个部位 日本为什么要这个25个部位啊 缩减到什么12个部位 那我们台湾没有特别的大 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多的部位 所以行政参主书的这个 监谨 然后效力提升 效力的增加 这个都是当前应该要努力的 陈总统 他是非常 这个 大家知道他是一个 新级这个国家保障 所以你看他做事情都是非常的 就是快航 非常快 讲究效力 那他对我们的整个文官主义 非常重视 所以他曾经讲过说 优秀的文官只是稳定政局 推动台湾前进的重要力量 我就用陈总统这样 这一句话 和大家共联 希望大家 一方面 六十总统 六十总统的这个理念 一方面 我们不放弃这个机会 也不延迟这个时间 一定要大家重新建议 把我们国家重新再往这个世界 推动进来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经济再创高 让我们台湾 国家也好 联敏也好 大家都能够 这个联敏 更幸福 国家更不强 最后祝大家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